大家早安 我是陳柏宏 欢迎再度收看财富密码 每天陪各位看 当天早上美股的收盘 连接到今天台北股市大盘 以及今天值得各位留意的标的股 我想今天各位可以看到 昨天有很多的讯息出来 包括很多上市柜公司的营收 尤其是台积电 大家看到台积电的营收之后 有人吓一跳 有人觉得他刚刚好而已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昨天公告的营收 里面三月营收 中断了过去连续19个月来的年度成长 昨天呈现一个大概10个百分点的衰减 这个讯息其实在上一次 第四季台积电法说会 其实已经有提到了 也就是第一季可能是淡淡的 果然这个三月份的营收 有一个明显的回档 但这是已经过去式了 大家知道 但现在更关心的是什么 4月20号台积电 它的这次的法售会 比过去以往时间稍微晚一点 我记得上次的第一季 应该在4月13 34号左右 这次是在4月20号比较晚一点 可能跟我们的 有五天的清明长假有关系 那这个部分大家会注意到说 台积电这些法售会 其实不单是台积电本身 它也将决定了台北股市 非常多的电子类股 后面的行情展望 所以在4月20号的时候 大家特别留意到台积电法售会 那么昨天台积电法售会的 这个昨天营收公告出来之后 美国的ADR 台积电ADR TSM的ADR 昨天是一个开低 那尾盘一路是开低 一路往上拉拉拉收盘 虽然还是跌的 但是还是收在 昨天盘中的最高点来收盘 那么在下跌1.3%过程里面 早上当然会台北股市大盘 会有一点压力 不过我的看法是 纵使台积电的ADR 昨天下跌了 但今天台积电的表现 我认为也不会太差到哪里去 当然我不希望说 它是逆势上涨 但是我也不认为它会中错 但是各位特别注意到 除了台积电之外 有更多其他的股票 昨天公告营收非常漂亮 甚至好多创历史新高的 那么我也关注到 另外一档个股 就是台积电有关的一个 客户就是IP股 那各位知道 我们这边特别提到 这个时代的红利 主要就是AI 军工跟储能三大项 那我以AI还是以为 第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红利 那在AI类股里面 昨天有一档公司 它的营收不但创历史新高 而且是年增198% 这个月增65% 这个同时创下它年增月增的一个新纪录 那这两公司是IP股的其中一档股票 我也先不要讲出来 那这个东西你可以 我今天早上的一个文章里面 我特别提到来各位看一下 简单先看一下 在这里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 我早就给大家看一下 来各位看今天早上的4月11号 早上6点48分 那我在这篇文章里面 这是今天早上的 这样看比较清楚一点 今天早上台北股市 我只有三句话解决 台北股市大盘该怎么看在这里 那么至于刚才那档成长幅度 我认为相当惊人 是我列在第二档 这档公司营收 我认为很惊艳 年增198% 月增65% 那相对于底下这家公司 这也是一家IP公司 它却是营收双减 年减也月减 而且都是双位数 那今天这家公司会到交易所去做 法人说明会 那也就是说在这过程里面 你可以注意到 你如果想知道 今天这哪一档公司 台积电衰退 但是有一家IP公司 居然创历史新高 而且成长幅度将近两倍 那月成长是65% 这到底哪一家公司 那这么好的消息 今天盘面上股价会不会反映 我想一定会有相对的反映出来 那当然各位看到 昨天晚上美股市开地往下杀 但是美国NASDAX指数收盘是小跌0.03 但重点在哪里 半逃低指数 费成半导体指数昨天大涨1.8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大家在看到 美国科技股下杀过程里面 其实半导体是维持上涨 而且算是强劲上涨 各位 你看到这个美股的一个内容之后 你就知道 今天台北股市它会怎么去反映 昨天晚上美股 当然是以半导体为主 那半导体里面各位可以观察到 昨天在美国市场当中 比较值得留意是美光 美光这两股票 我们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 曾经在这一天 3月30号 就是我们31号 这3月底的时候 刚好是美国时间不用晚一天 这一天我是不是跟大家谈到过 美国美光 它在3月29号公布第二季的营收 它是下降53% 美股亏了1.91美元 这个地方在美国市场出现一个利空出境 当时一个大涨7个百分点之后 来到前波2个3个高点之后 做个压回 那昨天呢 美光昨天再度大涨8个百分点 又来到接近什么 又接近到这条所谓的什么 1234 4个点的高点了 昨天涨8%来到这个位置了 那一旦突破之后呢 我相信相关机体的股票 是不是会受到激励 各位是不是可以做留意 所以在上个礼拜 其实大家已经知道 美光为什么财报这么不好 它会大涨 因为美光说我财报虽然不好看 但是它看到什么 看到AI 它带来的新的商机 那各位如果在美国市场 特别注意到的话 美国加州 有一个研究单位 它研发出一个全新的一个制程 这个制程可以让目前为止 高速运算晶片 尤其AI要用的这个GPU 这高速运算晶片里面 它需要用到一个记忆体 因为什么 如果你跟AI机器的ChatGDP聊天的时候 你讲话它马上回答你 它要非常快的速度 接收到你的讯息 赶快去资料库找 赶快再传回来 再告诉你 OK 这过程当中要不断 资料进资料出 资料进资料出的过程里面 它需要很强大的记忆体来support 除了高速传输之外 它要很强大记忆体 那个记忆体不是一般各位 在电脑手机看到记忆体 那个叫做HPM 超宽屏记忆体 而这个超宽屏记忆体 过去大家知道 最强的记忆体的生存厂商在哪里 在韩国的 南韩的什么 三星 南韩三星 目前我所理解的 它是开发到第三代 第三代里面 美国加州这个学术单位 它发表出一个全新制程的 可以开发出这个HPM 它可以比过去 有更大更密集的一个容量 甚至于这个制程 也可以拿来当作CPU的制造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我想在新的研究 各位你在研究产业过程里面 要去了解 这个东西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相信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它可以实现一件事情 让你移动式的装置 包括笔电或者是手机来讲 它可以装入HPM这个记忆体 实现什么 AI在你手上走来走去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东西会是一个 我想是美国公司机长看到一个未来商机 另外谈到HPM之后 我要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台湾有一家IP公司 它非常优秀 过去大家知道台积电跟三星 在晶圆代光方面 它是互相竞争对手 我想我们台积电也曾经形容 三星是一只大行星 不好打 但是还是把它打败了 但是这过程怎么样这两家大公司的 最好的东西能够结合在一起 台湾有一家IP公司 它在去年10月26号 在美国加州 我没记错的话 它也发表出一个全新的IP 它这IP的重点在哪里 在把三星的HPM 这超宽屏的记忆体 跟高速运算晶片做连接 那也是一个桥梁 那这个出来之后 其实各位注意到 当现在大家在谈 所谓的高速运算 AI的时候 那不要忘了 这过程里面 因为结构里面 这家IC设计公司 它这方面占了一个很有利的位置 也就是说当AI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这个IP 可以帮它赚越来越多的钱 OK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那这就是你投资的商机 你的目光要放在哪里的重点 这点我先跟大家提醒 我所理解的部分 所以在昨天美国市场里面 除了美光之外 当然今天美光既然大涨 那今天台北股市 记忆体股票相关的 大家可以稍微做留意一下 一大堆 也不用我多讲 这个大家知道哪些股票 包括制造厂 包括模组厂在内 那另外 大家值得留意的是 有一家公司叫 MSTR 代号 美国市场代号MSTR 这家软体公司 是智能软体公司 涵盖商业 还有社交软体之类的 那这家公司 昨天也大涨7个百分点以上 而我注意到这家公司 MSTR这家公司 它已经股价 有一点点要突破 所谓的什么 技术性的一个转强点 那一旦突破之后 代表什么 美国市场在AI的过程里面 大家在谈论AI的过程 大家现在谈到硬体 对不对 但是大家可以慢慢感目光 从硬体的同时 也可以顺便看一下 相对应的软体公司 因为软体公司 美国市场这家公司 我认为如果说 它真的拉出一个破断行情 主声乱开始的时候 我想国内相关的 有关联性的软体公司 也值得大家做留意 那所谓软体公司里面 我今天大概 我帮大家稍微简单 整理了一下鸡挡公司 那大家可以顺便看一下 那在软体国内的 在挂牌公司当中 有这么多家 这些都是有关于软体类的 那这家公司 有许多也跟主要AI 跟企业数位转型 还有包括资讯安全 还有这个 怎么去利用AI 这个高速运算晶片里面 把它的一个模拟 能够更focus 能够帮各个企业 创造出生产出更好 更优秀的产品 以更快速度来讲 所以在大家在看到 台积电的晶圆制造AI 这个GPU的同时 包括我们细智财IP的股票 还有昨天各位看到一张股票 叫什么 这个伺服器的围影 创下历史新高价 拉上涨停板 全市场经验跳 怎么这么好 其实这张公司 如果说你过去 长期收看我的节目 我在我的YouTube节目里面的 一个财富密码 我很早在三月初 就有跟大家谈到这张个股 那这张公司 我想昨天大家看到 涨停板的 为什么大家看到 因为它涨停板 因为它创历史新高 但是在昨天涨停板之前 它蹲了很久 一根长红 休息了大概一个多礼拜 然后拆了一根 每一次都这样走 所以在这里我要讲的是什么 各位在投资股票过程里面 有时候你看对产业之后 你要有一点点耐心 你给它一点耐心 它会慢慢发挥出 它该有的一个本事 因为这家公司 我们在三月初跟他提的时候 我还记得当时创意电子 正在不断不断挑战 1100 1200的过程当中 我说创意电子这么好 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却看到一家公司 它去年赚了钱 EPS是创意电子 各位去年创意电子赚多少钱 我记得没错27块 可是这家公司就是围影 你可以看它去年获利 应该是赚了创意电子 27块的2.92倍 这样赚了将近八九十块钱 可是股价居然不到1000块钱 可是创意电子1200了 所以我说 这个东西相对比较来讲 是相对偏低 所以从这个逻辑下 你去做布局 去做卡位去等待 你昨天看到涨停板 全场好厉害好厉害的时候 大家在追涨停板的时候 你反而笑笑 对啊 还不错 还不错 我们早就三月初就卡位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知道说 原来股票市场投资 不是只是看涨停板 你要去看 产业趋势在哪里 然后从中上下游 不断去搜寻 哪些股票的股价 还没有被完全发挥 还没有被市场去做发掘的 你要先去做卡位 去等待 那这个投资才是什么 我所过去常常跟他谈到的 机会跟危险之间 什么叫机会 有未来叫机会 什么叫危险 不确定叫危险 所以今天早上 那我们的超班稿里面也很简单 我们提几个重点 来 各位看一下来 那今天也给大家 从第一篇看起 来 各位今天早上 我在4月11号6点48分 我标题写什么 市场 市场优心 美国市场优心 企业财报可能不好 但是呢 请大家聚焦在亮点的产业 那在过程当中 在美国市场一路看下的过程里面 亮点在哪边呢 来 美国气氛我们就先不管 这个可能4月12号的PPI CPI 还有4月13号的PPI数字即将公告 那FED是不是要在5个月 再申请一码 这个各位先摆在一边 这不重要 重要在眼前 你要怎么赚钱 那多头亮点在哪里 第一个 AMC 这个是美国戏院公司 Amazon可能要收购它 所以昨天大涨6.9个百分点 有可能要创前波高点 那 那因为销售中国的成绩不错 通用汽车 跟福特汽车 昨天都涨3个百分点 而通用汽车已经成为 美国最大的电动车制造 第二大厂 除了Tesla之外 第二大厂 然后追过福特汽车了 那银行类股 昨天在普遍收红 代表什么 银行危机大价已经通过了 再来各位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东西 WFC 银行类股当中有一家公司 你可以查一下 WFC 这巴菲特的银行 这家银行在我来看 好像出现了 买这个 还不错的一个 可爱的讯号 那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另外在这个 苹果电脑呢 因为它PC部门 衰退40%的情况下 昨天还是跌1.6个百分点 但是呢 惠普电脑跟戴尔电脑 全部上涨 涨1.5跟2.9 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PC类的相关 那个硬体的股票 那再来 虚拟交易所的Coin 这家公司呢 大涨7.3个百分点 然后气毒起涨 那最后是 AI软件的MSTR 我刚刚讲到 大涨7.8个百分点 再创高峰 有可能会走差主身段 这是美国市场的部分 所以在昨天美国市场重点 我Summary之后 你发现到 其实 美国市场很活泼 你不要看它指数在跌 但是里面这个内容 你如果仔细看 它是很活泼的 再看这个接下来 那昨天的部分来讲 半导体的设备类股 全面上涨 两个百分点上下 那但是因为这个高通 头片台积电关系 它的晶片效能大涨 有可能会打败 过去赢它的联发科 所以高通既然 有机会打败联发科 在扩大市场的过程里面 台湾厂商 有没有哪一家公司 跟高通有密切合作的 各位可不可以联想到 哪一家公司 是高通的上游 它到台湾会订它的产品 来生产它的东西 昨天股价有涨 昨天已经有在涨了 那这家公司 是不是可以稍微做留意 所以高通在昨天表现 还算可以 因为涨一个百分点 其实不多 那再来最重要的是 在美光 昨天大涨8% 这种刚刚讲过 那NVIDIA 昨天大涨两个百分点 AMD虽然涨3% 但是涨2%的NVIDIA 在我来看 它强度远高 涨3%的AMD 为什么 因为NVIDIA 昨天股价虽然涨两个百分点 但是它已经 封闭了跳空缺口 空头的跳空缺口 代表它股价多头 已经在转强 有机会再度挑战 它所谓的波浪高点 所以在这么多 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各位不要只是看指数 昨天NASDA好像是跌了 那非常棒的大涨 1.8个百分点当中 你再把内涵 看过一遍之后 发现 原来 其实台湾市场 也会跟着反映 相对应的公司跟产业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延伸出什么 延伸出今天 待会 9点钟开盘的台北股市 我就三句话解决 拿三句话 台北股市 可能因为台积电 营收不好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有一个回挡的风险 但是 多头会怎么做 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另外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 在这里 在这 123456789 10党公司里面 我今天注意的10党公司当中 倒数123 这家公司 我有写出来 高通的合作厂商 它在这里 OK 其实 我们在看美国股市的同时 你在了解台北股市 大盘同时 你来去看 台北股市 有没有相对应的公司 值得你留意的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了 刚才有很多 你刚看到所谓的什么 软体类股当中 有几档股票 在昨天公告的营收当中 也都创下历史性高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机会好多 那如果说 你想拿到我这份 最新的资料的话 很简单 待在广告时间点里面 你只要打开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好友 小老鼠007RSH 加入陈伯红分析师的好友 你就可以拿到 我每天早上不到7点 我看完美国股市 综合研判台北股市大盘 以及值得各位留意的 个别股票之后 提供各位在盘前 做功课 做参考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后 回来看看 目前大盘到底是在什么状态 欢迎回到财富密码现场 我是陈伯红 那么我想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各位如果觉得 它跌很可怕的话 我想各位听完 我刚才所分析的 看到的美国市场里面 其实非常活泼 也就是说在美国股市 不要只看指数本身 你要看指数背后 类个股的一个涨跌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很多的机会存在 刚才如果说 你想拿到我今天早上 或是说每天早上 我们给大家的热腾腾的 一个私讯的话 我想你会加入好友之后 你会拿到这样的画面 就是譬如说这是昨天 昨天从美国开始看起 看完美国之后 这边跟你讲 大盘会大概怎么样 大盘怎么看 再来是只能留意的股票 这是我昨天的部分 最后会连接到 YT YouTube频道的一个节目 你会搜寻到我每天 更新最新的 我对大盘 以及类个股的看法 也就是说 你只要透过打开LINE 把我加入为你的好友 输入小老鼠 007RSH 或者QR Code 直接扫码 你每天 除了可以收到资讯之外 我也会有给各位 不定期的投资报告 还有不定期的投资小尝试 当然大家最喜欢什么 每天早上要不要预告一下 有没有哪里有投资机会 预告一下哪里是投资风险 我们都做预告 全部做预告 不会说看了所谓的东西 看到开盘才跟你讲答案 不会 开完前就讲好 好 目前为止 怎么去掌握机会危险 是每天大家在看盘过程当中 要去理解的 什么叫机会 对我来讲很简单 机会就是有未来的东西 都叫机会 不管产业面 公司面 或消息面 只要它的消息面背后 按应允行的未来性 它就是一个各位的投资机会 那什么叫危险 不确定的叫危险 那这个东西 其实讲起来 大家觉得会很抽象 我解个简单例子来讲 各位 去年10月28号 当大盘 在历经10个月大跌之后 在这里好像要在创新低点 大家恐慌时候 我是不是在这里 11月3号 FED准备在升息三 我却在10月28号 在YouTube节目跟他讲 大盘在等什么 飙涨 什么股票会涨 跌身转机股 中低价股优先 还有强势股会挑战前高 什么叫强势股 当时我指的就是 IP的股票 包括创意 世新 M31 还有金星科 OK 各位当时看我节目都知道 好 一个礼拜之后 11月4号 我是跟大家讲 加权指数遍地黄金 法人集团作战行情开跑了 现在赶买你就赢了 什么时候 13,026点 大盘还是告诉各位 在等飙涨 11月4号 大盘没涨 跟他讲会飙 果然没有错 从11月7号开始 一路飙涨2000点之后 拉回 过年前是跟他讲什么 手稳万事 看涨不变 报股过年 兔年什么 V型反转 这个我们都事先做预告的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甚至于各位看到 3月9号 出现美国矽谷银行 因为筹资不顺 暴跌 隔天立刻倒闭的过程里面 这么危险的 不确定利空 隔天 3月10号 台北股市 拉出第一根长黑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YouTube节目 跟他讲 下周三前后 什么拿一个下周三 3月10号的下个礼拜三前后 把握逢低的机会 这里要等飙涨 这里暴股过年 这里矽谷银行倒闭 拉回什么 找逢低机会 下周三前后 果然 周三到了 前后都黑线 对不对 注意破第一番 是不是隔天礼拜四破第一 是不是刚好前后这是低点 这跟他讲 小跌小买要懂得大跌大买 好 再看到隔天 你看 看到 是不是事后看到 礼拜四破完底之后 一路大涨回去 大涨回去之后 你就看到 这周线图 那为什么停在这里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所以目前高涨震荡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维持 我今年看台北股市 V型反转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那理由很简单 就是这几项 那么如果说 你需要我进一步的讯息 或者找上这个操盘的一个 操盘稿的话 也欢迎你利用LINE的部分 来跟我们做索取 我们下午 YT节目财富密码 我们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